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我们练蠶时会陷入一个困境 比如说我都会蠶了为什么不能用 就是你都在蠶在外面 最后要继续练 练到蠶到里面去 里面蠶出来手那个蠶就不一样了 它蠶会是柔性的 如果你是手 还在手在蠶 那就是刚性 太硬对方就知道 而且常常会对方顶抗 这些问题会产生 所以我们用不是说这样 在蠶啊 没有胡笑 应该是这样 这样蠶吧 蠶到里面 蠶到里面 蠶到里面去 要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练到里面 你不要光在外面这样 有一天你就不能用的 对不对 对方试破你了 你这样这样 那就变你就好了嘛 对 就开始会变成拉扯 那就没有必要 我就是如果要走也是这样轻轻的 还是在里面缠 对不对 还是在里面缠 就这样子 一定要这种情势 甩他也不是这样 他就在手上 轻轻的 他就会来了 轻轻的他就会来了 在手造成那个摩擦 他不要在手上 一定从圆端来 这样子 这样子 一定会这样 他不会感觉 好像可以打 没得打 没得打 其实他的动作很多 对 动作可以很多嘛 因为你是从圆端来 所以这个怎么飘 跟他有关系 跟你跟他接触的 那个点 都有关系的 如果我自己 就是一个形式而已 我要怎样 就那样 那样不见得合 合于当下 他的手跟我手 接触那个点 的那个状态 不合 那个不合 那是我 他是他 两个没有合在一起 后面要把人丢出去 要 我能跟他合住 我合他 把他变成我的一副 那就放出去就好 就这样 所以我们那个镜 一定要从圆端来 不要再近端 你还转在手上 那就近端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概念 就是概念 那我们因为念禅师 如果没有突破 这一个关卡的时候 你那个禅师到最后 还是用不了 还是没办法要 你一转 我就放掉就好了 我就不给你转就好了 对不对 你怎么转 我转掉就好了 就没事了 就没事了 而且你转 转的不好都会有力 有力就会被扯掉 就会被卡死 就会被卡死 所以就是我们练禅师的人 要有一个 要警惕 要觉醒 不是说 我手不会转 你就会有功能 不是 不是 一定要练到里面 这才是办法 应该要这样 对 就掉了 对啊 结束就掉到 这感觉就是一身手 去结束 哇 掉掉了 会有被老师摸到 中心就被 就被抽走了 对 他即使不上去 不上去 这样 哇 会吸到 我会吓到 我会吓一手 这个拍下去 我会被拉脚的 对啊 对对对 我这是回答就好了 对 回答就好了 这样就拍脚了 这样就拍脚了 对 他已经往外拉了 好快 对啊 看起来 内在的速度要快 对 他拉你一下 你就回答 喔喔喔喔喔喔 对 你就回答 我就打你 你摆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抽出来就打了 对 他接受车离开 你要打我就送 等一下可以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 啊你会 你会有点回抽嘛 他就会这样 喔喔喔 对 我会回抽 你会自然回抽啦 你就撞你自己就对了 你要 那这个很奇怪啊 你真的是东西被抽出来 就打回去 你那不是手的东西 哈哈 你没有发现 你跟不上那个手 这样打他 喔!因為有時候比較長 對!因為他長了 第一次長得到長 就是都會有一種防禦工具 他就想要站好 他就想要站好 體驗啊! 對!人都會有那種概念 喔!有了!會有! 人就叫人嘛!人就這樣 喔!再一次! 喔!一定會這樣 會!會! 那個狀態你跟不上 對!對!對! 這個時候不會去撞啊! 怎麼去撞啊!怎麼樣! 不會啊!我就順著你的力! 順你的力! 我除了可以這樣! 我還可以這樣子啊! 對啊!有沒有! 那個力量都到不到我身上 對! 好!所以順事 對!順你的事 對!順你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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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